好了,让我们准备心灵参加来《杀圣祭》 我是徐锦耀神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年期第十九主日的感恩祭宴 我们的主题是《道老由始初相见》 我这里写初怨就是永远,结婚就等于禁婚 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初心 直到老,直到要去见天主 再提醒大家一定要做人这个生活态度 就是投入专注付出感情 就是我们诚心参加这个感恩祭 我们一起独尽台荣 上主求祢回顾祢所立的盲药 永远不要忘记祢窮苦者的性命 天主求祢促来审判祢的案件 不要忘记那寻找祢者的呼声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阿满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 愿祢地同在,也愿祢的心灵同在 我们不厌其烦,也要提醒大家 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说话就是 悔改及归言 都是耶稣公开传教的时候第一句说话 你们悔改罢,天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罢,要信从福音 这个悔改就是悔知觉加在一起 是觉今是耶作非 还有不单止改一个毛病 是好像圣教中所说的 要从历史的错误道路中走出来 是整个生命的转变 是彻底的脱胎换骨 好,就让我们静默片刻 祈求上主,宽恕我们有心或者无心的过失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思现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精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为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够天主锁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阿玛 上主求祢瑞联,基督求祢瑞联,上主求祢瑞联 天主在天寿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祢无上的光荣,赞美祢,清颂祢,朝拜祢,显阳祢,感谢祢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 第二,随免世罪者,求祢瑞联我们,随免世罪者,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再在圣父之友者,求祢瑞联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圣的,只有祢是主,只有祢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祢和圣神,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阿玛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在圣神的教导下,才敢清祢为父 求祢在我们心中培育二子的精神,比能堪当承受祢所许乐的产业 因祢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祢和祢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往,阿玛 天主圣言是生命的规律,这里很清楚的,认知以至则即,你听天主的话即,认知以乃即空,你不听天主的话呢,它本身就是空的,不是天主佛我们 认致以乱则空 公读智慧篇十八章 我们的祖先曾预先得知那一夜的事 而且由于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 是多么可靠 因此都心安神乐 所以你的子民所期待的 就是异人的救援及仇人的灭亡 你怎样惩罚了仇敌 也怎样光明了我们 为自叫我们归向你 异人的圣洁子孙 都曾在暗中献祭 同心合意定立了神圣的盲若 为使圣徒同金共赴 并同唱了列祖的赞美歌 《上主的话》 《上主的话》 《上主》 答唱荣 《上主券说》 本当福的金共赛之》 《上主》 《上主》 《公讀至希巴勒人书》第十一章 弟兄姊妹们,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先人们因这信德,都曾得到报约。 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照选,就听命前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 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 因着信德,他作客他乡,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如有同样应许的承继日。 伊撒格和亚各伯,寄居在藏幕内,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 这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是天主。 因着信德,连石女撒纳,虽然过了适当年龄,也获得怀孕生子的能力。 认为他相信,乃应许者是信实的。 因此,由一个人,且由一个以戒慕年的人生育子孙, 有如天上的星神那麽多,有如海边的山林,不可圣嫂。 好,尚主的话,感谢天主。 福音前宽负,阿力路啊,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在你们了上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愿主与你们同在,公读圣路加福音。 主与过名归于你。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束上腰,点着灯,应当好似伯人, 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分宴回来。 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的时候,所遇见醒不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家主知道导策,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入席, 自己亲自来侍候他们。 主人二间天来也罢,三间天来也罢, 他所遇见醒不着的仆人,是有福的。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家主知道导策何时要来, 他必要醒悟, 决不会容许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你们都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了想不到的时辰, 仁子就来了。 基督的福音。 。 上个星期,我的妹妹, 第二个妹妹,七十岁零点, 刚刚过了身, 今天是主日,我们为全人类祈祷, 当然都可以为我妹妹祈祷。 我妹妹的过身给了我很大的感觉, 是做神父的感觉,稍后我会解释一下。 所以希望大家都为我妹妹祈祷, 因为她真是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领悟, 和觉悟。我今天的主题是说, 到老由此初相见,一直到老了时还好似初相见, 形象来说,禁婚的时候好似初初结婚那样, 甚至好似初初恋爱那样, 初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结婚等于禁婚,而初怨就等于永远。 如果我们的信仰由领势那一刻, 一直能够延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一定能够进入天堂, 在天父的怀抱中永远地按食, 到老由此初相见, 初怨就是永远, 结婚等于禁婚。 我这一个对联, 触答陈世露, 兼担古今仇。 很多年前, 我请圣医院的修女跟我受这个对联, 我很喜欢触答陈世露, 做一个真实的人, 是贴地的人, 兼担古今仇, 为人类而背起十字架。 这个戒指是我妈妈给我的, 我来做永远的留念, 这个都代表我做神父, 我很重视中国文化国的饮水思缘。 我们一直是三兄妹相依为名, 我有两个妹妹, 现在一个人走了, 我期待将来我们三兄妹都会重聚。 好了, 看回三段圣经先, 天主的誓言是十分可靠的, 祂所许必浅。 亚巴郎出法的时候, 还不知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平日日日日都要束上腰, 点着灯, 因为我们疗上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我已经快八十岁见了很多很多过身的个案, 去世的人, 有些准备好, 有些没有准备好, 有些突然就离开这个世界, 想准备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 这些给我们什么教训呢? 希望大家不单止听我讲道理, 都经常默想我讲的道理。 我们的祖先由于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 是多么可靠, 所以都心安神乐。 其实看犹太人的历史, 他们多次亡国, 多次做人奴隶, 多次站在耶路撒冷城的废墟前, 他仍然相信天主是他们的盆石, 天主是他们的救主, 因为天主爱他们的誓言是绝对可靠的。 恩着信德, 亚巴郎一蒙照顺, 就听命前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讲的福地, 流奶、流蜜的地方。 不过亚巴郎出发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到哪里, 不知道要到哪里, 这就是信德。 我经常说, 天主为我们的安排, 远远胜过我们的精打细算。 一个人一世都按照天主的话去生活, 你其实不用知道明天是什么回事。 他出发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到哪里。 为什么能够这样? 因为我们相信天主爱的誓言不会变, 他答应过的就一定会实践, 这就是亡得最坚固的基础。 我们不是相信天主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而是百分之一百。 天主说, 你要做我的人民, 我要做你的天主。 只要你肯做我的人民, 我一定永远做你们的天主, 永远保佑你们。 即使你现在是过破家亡, 我仍然是保佑你们。 即使你很坎坷, 我仍然是爱你们。 即使你不明白, 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们, 你们仍然相信天主爱的誓言, 不会变,所许必切。 反过来我们都应该怎样? 一朝相信就永远相信, 一朝信赖就永远信赖。 一朝想做神父, 就永远做个好神父。 一朝结婚, 就永远会记住你曾经说过的东西, 我要永远爱慕尊重你, 终身不愈。 无论环境信役, 我们是疾病健康。 天主爱的誓言不会变, 我们的誓言都要永远不变。 所以我很喜欢这几句说话, 无论是做神父, 无论是结婚, 甚至做人, 我们的选择不会变, 誓言不会变, 初心都不会变, 到老由此初相见, 直到老的时候, 仍然好像是初相见。 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星期讲的道理, 我们生命的第一句说话, 应该都是最后的句说话。 我们爱的东西, 我们信的东西, 我们的初心, 应该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就叫做不忘初心, 始终如日。 我觉得这两段圣经加在一起, 应该是在我们做到这一点。 选择不变, 誓言不变, 初心不变, 到老由此初相见。 你们要促上腰点着灯, 应当好似伯仁, 等候自己的主人回来。 你们都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了上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读了, 一个有钱人, 好,赚到很多东西, 收获了很多东西, 他嫌他的仓库不够大, 拆了他整个更大的仓库, 将他所有的财富摆在里面。 说我灵魂, 你安息吧, 你吃喝玩乐, 你有足够的财富, 供你辉货一生一世。 但耶稣说了个说话, 记不记得上个星期, 糊涂人, 今晚我就收回你的灵魂, 你这些东西要归给哪个。 因为在你们了上不到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我以做神父为荣, 亦以做神父为乐, 亦以做神父为幸福。 但这些一切是和几个死亡有关的, 所以我很相信痛苦是天主化了庄的祝福, 对不起, 痛苦是祝福, 不只是化了庄的祝福, 连死亡都是祝福。 我对生命的深入了解, 是源于有六个不同的死亡。 当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那时我九岁, 我爸爸是个外教人, 我知到当时, 一九四几年, 凡二之前, 凡二之前, 我都很相信, 领了一世就会上天堂, 不领了一世就会落地獄。 所以我就决心, 那时我读不是教友, 但我决心等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经常病, 等他临终的时候, 就跟他淋些水, 我希望你们知道, 父洗是连外教人都有效的, 如果你能够按照规矩, 淋水的时候, 某某, 我恩父及子及圣神, 给你施洗。 这是有效的圣洗、圣事。 当时我就很想等我爸爸, 我妈妈去世之前, 和他淋一下水。 但我又可以问, 放完学, 我都不记得我大约几年班, 看到我妈妈在哭, 原来我爸爸走了。 当时我很后悔, 为何我放完学, 去玩, 不立刻回家。 这个我很小时已经知道, 由于我父亲的过身, 所以我告诉自己, 我以后一世都要掌握机会。 掌握机会。 后来我更想到一句说话, 愚蠢人放弃机会, 聪明人掌握机会。 有智慧的人甚至可以创造机会。 是爸爸的过身, 给我的启示。 妈妈比较长寿, 她87岁才过身。 但当她在世的时候, 尤其是最后那几个月, 她几乎躺在床上不能动, 连吃东西和喝水都有困难。 我其实不知她何时会走。 但当时我每个月都回大陆, 所以我一回大陆, 整天都心慌慌的, 都不知妈妈何时走。 有一次去到山西, 跟全省的山西神父讲道理, 突然间有个电话, 你家里打唱一套电话来, 一旦我闭家伙, 就立刻去听电话, 大妹妹打给我的。 她说, 妈妈有些病重得很厉害, 我说有没有死亡的危险? 好似未有。 我说有的时候, 你立刻打电话给我。 我就回去, 去圣堂再讲道理。 我说, 请神父为我妈妈祈祷。 跟着我继续讲道理。 到夜晚, 很奇怪的, 有一个宗教局的人来找我。 他说, 神父, 我很佩服你的专业精神。 我说, 什么专业精神? 他说, 我知道你很孝顺妈妈, 但你跟我们讲了你妈妈病危的时候, 你继续讲道理, 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变动。 你很专业。 我都觉得有少少。 因为很多时候, 我听完之后, 一讲道理, 我就再添入回来讲道理。 将妈妈摆在旁边, 摆在我心里面, 一个保险箱里面锁住她。 她在这里, 不过我锁住, 因为我要讲道理。 所以当我妈妈过生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不孝顺, 我开心的, 不用再挂着妈妈了。 还有, 当我妈妈过了生的时候, 差不多有半年里面, 我每一次回大陆, 我感觉我妈妈陪着我。 因为她很喜欢我去大陆传教, 很喜欢。 第三位就是胡镇宗书记。 刚刚才, 我妹妹在玛丽医院过生, 原来胡书记也是, 当她在玛丽医院的时候, 我去探她。 我回大陆之前, 我去探她。 她跟我妹妹一样是癌症, 听说是很痛苦的。 所以胡书记不断扯得很厉害, 我去探她。 谈了一会儿, 我就跟她佛仇。 她说了一句话, 神父, 你为我祈祷啊? 我说是。 在我佛仇祈祷的时候, 她全部都静了, 完全安静。 是痛苦。 祈祷是真是有功效的。 黄美美修女和我妹妹的情况, 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是临终前, 应该是一日吧? 我跟她们听了告解, 付了邮, 送了圣体。 还有, 我都每一个人给了一个首链, 即是马路的首链, 即是烈梅龟, 烈梅龟的首链给了他们。 同样情况, 他们两个都很开心。 很开心。 其实黄美美修女这个事件, 都有人跟我说, 你不用再和她附友, 和听告解。 因为她听说, 她前一天已经做了, 但修女仍然是想我去。 为什么呢? 我记得, 在教人中心这么多年, 她是我们的副会长, 每年圣诞节、复活节, 我们有礼仪, 前面都有听告解。 黄美美修女一定是排第一位, 一定是第一个去告解。 我不知为什么, 我没见过一个人, 是这么多年来, 都是第一个排队在我那里告解。 所以我知道她很想我去听她的告解。 她一直都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我去听她的告解, 再附友的时候, 她是绝对绝对很开心的。 我妹妹也是。 我一去到她, 阿哥, 我好爱你, 说了三次。 我和她附友, 给她的领性看, 我发觉到她整个人精神了, 很开心。 于是我知道做神父真是太好了。 做神父真是太好了。 这六个, 爸爸妈妈书姬, 王美美修女, 妹妹一二三。 你五位, 这五个死亡, 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一会儿中英文会再说多一点。 不过如果你真是想, 好像我妹妹或者书姬等等, 王美美修女, 要得到善终呢? 我都觉得这个永恒准备是很重要的。 苏式讲刘侯论, 他说, 所谓豪杰之事, 必有过人之质, 决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至甚怨也。 豪杰之事, 但现在遇到大问题, 不会害怕的, 太山崩于前, 都不会变色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 无故加之而不怒, 无端端你整股我, 我不会生气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 因为他说, 挟持者甚大, 其至甚怨也。 他看得远, 看得宽, 看得全局, 他很不在意这些小小的困难, 小小的侮辱, 挟持者甚大, 其至甚怨也。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好地善忠, 你其实都要这样的, 有个人之志, 还有你的信仰, 你的生命, 你的抱负, 要大, 要远, 要广, 要深。 所以我会觉得, 一个人, 如果借住他的生活, 躺平他的生活, 没有什么大志向, 哎呀, 享受人生就算数了。 在这里我讲过无数次, 天主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想我们诚性诚言的, 信我。 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 只能够活一次, 你绝对可以是一个大圣人, 我讲是全部, 不是一些特选的人。 天主是全能的造物主, 他所创造的, 我们绝对是价值连成的, 古今中的独一无二的宝贝。 为什麽我们不成为天主手中的宝贝呢? 为什麽? 为什麽弃着做人? 为什麽不明白? 有过一生,不明白,我们应该有过人之节, 人人都要记住,不是特选的人,应该所挟持这审大, 其至审愿。 到老有事初相见,My love says even as I age, 我做了神父五十年,十三岁进入小修院修道, 今天的圣经六十多年来,我至少读了,听了一百多次。 I have been a priest for fifty years. Since entering the seminary at thirteen,Sixty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e Bible passages from today's readings,I have heard at least a hundred times。 每一次听到这几段圣经,当然我相信,我以为我相信, 但都没有今天这一次的强烈。 因为我妹妹七月二十九号去世了,她的去世引起了我无限的感慨与回忆。 Each time I hear these passages,I accept them steadfastly, But my belief has not evoked in me such powerful emotions and treasureable memories, As they have with my younger sister's recent death on July 29th。 这个主日的三段圣经,天主爱人的誓言十分可靠智慧篇。 亚伯郎出发以前,还不知道要到哪里,他还是出发了。 希伯来说,你们要苏上腰,就是白天准备。 点着灯,就是满上准备。 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准备,就是苏上腰,点着灯,等候主人随时随时回来。 路加福音。 The messages in the three bible passages this Sunday are, God's promise to love man is real. Book of wisdom. When Abraham set out,he didn't have any idea where to go. But he go. He went. Book of Hebrew. Book of Hebrew. Gird your loins and light your lamps. Await the master's return. Gospel of Luke. 以上三段圣经的精华我好像懂。 但也好像是知道了,知道了。 秘密笑情的离去,给了我一个无与伦比的顿悟。 我觉悟了很多东西这一次。 I seemed to have understood the spirit of the three passages above. Yet my understanding rested superficially on knowing alone. Knowing. My sister Silking's death was a pivotal moment that brought me an epiphany, an unparalleled realization,a new dawning in my life. 这几天都是来来回回的奔波于上水到玛丽医院之间。 最后一天下午午时我看完威美,六点钟回到上水。 不到一秒钟我就接到外甥来电。 所以她妈妈已经在别流状态了。 In the last days of Silking's life,I had been shuttling between Shangshui and Queen Mary Hospital. On that last day,I had just arrived back in Shangshui at 6pm. After leaving my sister at 5pm, When I received a call from my nephew, Informing me his mother's life signs were deteriorating. 我立刻坐第四计程车飞奔医院抵达时, 妹妹已经离开了。 但身体好像还有一点余温。 我于是在她耳朵旁边大声祝福她, 念了好几遍她最能听得懂的天主经,圣母经,圣善观如经。 I hopped on a taxi immediately, But by the time I got to the hospital, She had passed away. Though her body was still warm, I spoke the last words of blessings loudly into her ears, Recited several times the prayers that were so familiar to her, That is the Lord's Prayer, Hail Mary, and Glory be to the Father. 妹妹去世前一天,我很开心地给她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告诫富有圣体,就是进入天国的驴子之粮, 还给她带上了漂亮的玛瑙玫瑰念珠手链。 Just one day before she died,I had given her the most important sacraments, Penance,anointing of the sick, And viaticum,the spiritual food for the heavenward sojourners, And I put on a beautiful agate rosary bracelet around her wrist, 回想起来这也是我两年前为黄妹妹修女所做的事情, 她们两人都是十分安详地离去, 妹还说了三遍,哥我爱你, 但是她身体很虚弱, 还是坚持要我抱她,所以我抱了她两遍。 It was the same ritual I performed two years ago for sister Wang Mei Mei. Sister Wang and my sister both died peacefully, peacefully. My sister even told me three times,I love you,my brother. She was very frail,but she insisted that I hug her,so I hugged her twice. 我的顿目是做神父真好,做神父哥哥,做哥哥神父, 做神父同时做哥哥更加好, 是一般人未必做得到的好。 我真的有幸能亲手把我最爱的其中两个人都平安地送到亲父的怀抱中。 It was a moment of epiphany for me,that it is a great blessing to be a priest. It is even better to be a priest brother,a brother priest. It is a blessing that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at by the grace of God,I was able to personally send two people among all those I love,peacefully into God's loving embrace. 我太爱做神父了。 我很想再一次向耶稣表白表明爱意。 我对生命和圣照都是选择了。 我认为我选择不变。 誓言不变。初心不变。 到老有四初相见求救父亲。 how much I love to be a priest. to Jesus I want to confess my heart once more. my choice will never change. my vow will never change. my aspirations will never change. my love for you,oh Jesus,shall stay as fresh as when I first met you,even as I age. Lord,hear my prayers。 死亡不过是生命的改变,不是毁灭。 如果我们能够忠于我们生命的誓言, 无论是圣照的誓言,婚姻的誓言,或者做人的誓言,工作的誓言。 如果我们能够真是对自己的选择不变,誓言不变,初心不变, 到老有此初相见,我想我们将来所有人都会在天台上再次相会。 好了,怀着这种信念,我们一起念信经。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因圣神降人,又同经马尼亚诞生。 他在彼拉多执政事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 他下降阴苦,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性了天,再再串了,天主父的游边。 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仪公教会, 祝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 就让我们为教宗祈祷,上主求祈祝福教宗,赐给祂健康和智慧, 让祂能帮忙修补世界因政治争拗和战争而产生的裂行, 并带领世界建设天国,若使世界变为人人平等,国国平等,教教平等的天家,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请为中国的和平努力和环保计划祈祷,上主求祈祝福我们的祖国, 并让祖国的一切努力能成为世界与人类的祝福和希望,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请为受疫情困扰和良食与能源不足的世界, 特别是为贫穷的国家祈祷,上主求祢祝福我们众人, 让人人都懂得依靠祢,亦愿意努力次求多福,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请为我们的主教周守仁祈祷,上主求祢祝福他, 让他能够带领香港教会活出凡意精神, 作社会的敲目,教会的中坚,中范的桥梁,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请大家都为我妹妹少庆祈祷, 希望他能够安息在天父的怀抱中。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现在请大家静默片刻,为自己的意向, 并为世界的和平,为一切又需要的人,祈求上主。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阿们。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祢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个麦面饼呈献给祢。 这是大地的产物,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祢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祢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献给祢。 这是大地的产物,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祢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让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生命,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祢圣立教会所呈献的礼品,包括祭台上的病宇宙, 望我们的生命于所有,即时间,今次才能和爱心。 这个原来是祢仁慈所赐,作为我们奉献之用。 求祢以祢的全能使祢变成我们得救的奥迹。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祢呼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愿你们同在,请据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祢,实在理所当然的病难使人得救。 你借着愿傲即使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被照到光荣的境界, 得称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施制, 善杰的邦国,得救的子民。 你又从黑暗中召我们进入光荣, 让我们到处清阳你的德能。 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 以及天上神圣歌众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切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切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得的根源。 因此我们求你派显圣神,祝圣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病,感谢了你, 把面病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这样说:「你们大家都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着一杯葡萄酒 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这样说 你们大家去喝这杯藏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盟药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以赦免罪过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救世的恩主 你值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 求你拯救我们 上主恩请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在分享了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口 恩圣神合意为一 上主求你继练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祭国 我们的主教周首人 以及全体教士 使他们在我德中日趣完善 求你都锁念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他们怀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锁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慾的光辉 求你锁念我们的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精名福玛尼亚 圣母的淨沛圣若失 诸圣中途中华殉道及征收诸圣 以及力度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让你 全能天主赴云一切诵经和荣耀 直在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天主经是天国的土文 我们追求它是世界大同 我们希望我们全人类都有一个天父 而我们都是兄弟姊妹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这个世界 分裂成为不同的阵役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都是一家 这是天父的旨意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弱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必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恐恶 上主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因此我们今世平安 使我们养了你的仁慈永久 绝面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和得安全 天下迈国 普世权位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你曾经对宗徒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世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和 愿主的平安 想愿你的地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足平安 除了免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随廉我们 除了免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随廉我们 除了免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刺及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随廉世罪者 内抚圣燕的日 是有福的 主我当给你到我心里来 子劣水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传遇 和我会为你 很不舒服 若真是不幸 我感谢护了 成你 做了 我感谢江西 旨行 婚婚 领主荣耶路撒冷 请你赞颂上主 因为他用最好的墨面使你饱响 让我们神领圣体 耶稣说我要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当我们将要离开世界而领受圣体的时候 这个叫做女者的食粮或者女者的衡量 拉丁文叫Viatikum 在耶稣陪着我们走人生的最后一程 通过了这个黑暗的时光隧道去进到天父的台前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皇后障上或者泛夫走出 无论有多少人送葬 是没有人可以陪你走的 这个是最后一程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陪我们 他叫做耶稣 所以耶稣 我们愿意经常领圣体 实领圣体或者神领圣体 希望在我们生命最后一程 你都能够陪伴我们 去到天父的台前 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你 特别求你祝福我的妹妹徐少庆 求你一直陪伴她去到天父的台前 去领受她的上报 耶稣我们信你 我们望你和爱你 都求你祝福全世界所有临终的人 希望他们都能够有最好的准备去见你 希望我们在生的人 真的要不断地准备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 是什么时候你要来 你什么时候要到 你什么时候会带我们到天父的怀抱中 耶稣我们信你 望你和爱你 请大家祈祷 上主与我们所参与和所领受的圣事 使我们获得救恩 并坚强我们 使我们在你真理的光照下生活 因主耶稣基督之命 和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玛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够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降伏你们 阿玛 来撒礼成 感谢天主 好了 愿好天主祝福你 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帮助你战胜疫情犯益为基 天主爱你 主佑